欢迎回来继续focus 一起来看全球大卖换算成数字究竟是什么概念 乐高公布了2020年 他的获利写下了历史的新高 进获利比起前一年增加了19% 相当新台币446亿元 而乐高当然要乘胜追击 他看准了中国大陆庞大的市场 现在推出一系列中国风的新乐高产品 同时乐高开设了天猫旗舰店 他想要攻占超过14亿人口的庞大商机 小小的人偶和一块块积木组成的房子 吸引小朋友的心思完全投入其中 新冠肺炎疫情让许多国家祭出封城令 严格的防疫措施哪里都去不了 而玩乐高不限年纪 成为许多人在家打发时间的好伙伴 工厂马不停蹄的生产积木 这家丹麦创立的公司 是少数没有被疫情打击的幸运儿 就算零售店面无法营业 线上的业绩还是非常亮眼 2020年销售增加了21% 带动净收益增加19% 来到16亿美元 除了星际大战 哈利波特 超级马利欧等联名款 和各式旗下彩色缤纷的积木组合 乐高公司还有经营线上游戏APP 在疫情期间获利成绩也不俗 不只巩固实体玩具基本盘 也推动数位化策略 双管旗下经营销售同路 许多企业面对疫情 只能打出求生存的保守牌 努力降低成本 甚至被情势所逼而大幅裁员 乐高集团却业绩长红 几乎所有地区一年之内 销售都成长一成以上 每周西欧亚太地区 还有他们接下来 持续重点攻略的中国大陆 数据增长都十分显著 一系列中国风产品 除了孙悟空 还有像是武侠小说的造型人物 以及万年不败的人气动物猫熊 成功满足消费者 成为乐高进军 拥有14亿人口广大市场的敲门砖 而面对庞大商机 乐高也早就制定好完备的计划 看准中国大陆的电商产业发达 加上符合乐高本身 有意电子化的行销策略 打破现实世界 防疫的重重限制 线上畅货没有障碍 疫情对乐高集团 似乎不构成威胁 在中国大陆三线四线的城市 都设有销售置点 目前在中国大陆全境 乐高已经拥有超过八十间门市 从1958年经典的积木问世以来 乐高的产品 现在在全球超过130个国家上市 中国大陆成了拓展事业版图的新大陆 而英雄所见略同 美国的电影业者也打着同样的算盘 美国娱乐新闻报道 2009年上映的科幻电影阿凡达 要重新登上中国大陆的大荧幕 根据中国大陆电影网站资讯 将在3月12号重磅回归 还包含IMAX 3D版本 要让影迷大饱眼福 这部电影曾经是全球票房收入冠军 直到2019年才被复仇者联盟 终局之战给追过 两部电影相差约740万美元的票房 或许透过这一次的重印 阿凡达有望重新夺回 昔日最卖座电影宝座 TVBS新闻综合报道